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还接受过精神治疗 所以女主必须接受律师的不定时回房 必须确保女主有能力照顾孩子 画面一转女主带着女儿来到了一个廉价房子 虽然这里看着比较破败 可能和女儿在一起 女主一点都不在乎 就这样房产中介带着女儿一块坐电梯看房子 在乘坐电梯的过程中 突然有一双小手拉起了女主的手 女主以为那是女儿的手 就紧紧地握住了那双小手 可是准备离开电梯的时候 女儿瞬间跑了出去 女主有点疑惑 她不知道背后的那双小手是谁的 最后女主来到房东开始检查房子 除了房子顶上有点漏水 其他一切正常 就在这时女主发现女儿不知道跑到了哪里 女主通过楼上的监控 发现女儿竟然独自跑上了天台 而在天台上的女儿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露出了笑容 等到女儿从天台上下来的时候 女主看到女儿身上 竟然背了一个红色的背包 但是当他们把红色背包归还给门房大爷的时候 大爷却说 这里除了女主的女儿 没有其他的孩子了 就这样女主把红色的背包放在了这里 让施主自己去领取 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 家中漏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女主无奈之下只好找人帮忙 可是大爷虽然答应会帮忙 但却没有找人 女主有一天在扔垃圾的时候 在垃圾桶里看到了红色的背包 女主没有理会便返回了家中 因为没有维修 女主只好上楼查看楼上住户的情况 可是无论她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又在女主失望着乘坐电梯下楼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穿着黄衣服的小女孩 小花走了出来 可是当女主急忙返回的时候 门却又被紧紧的锁住了 过了一天 女主来到一家报社应聘 因为首先要面试 女主在那里等了好久 眼看着已经到了女儿放学的时间 老板还没有结束应酬 女主向老板仓促地交代了一些基本情况 然后就离开了 女主赶紧跑到了幼儿园 可却发现那里也没有女儿的身影 女主在一旁的电线杆上 看到了小花的寻人启事 就在这个时候 女主看到了丈夫正带着自己的女儿离开 女主生气地跑了过去 带走了女儿 随后女主带着女儿乘坐电梯上楼的时候 电梯竟然出了问题 可是电梯门打开 外面却没有人 女主还在不经意间看到了小花慢慢飘过 最后没有人捡的背包 再一次出现在了天台上 女主惊慌之下 赶忙夺下了女儿拾起的背包 然后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 女儿从这一次之后 经常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 到了幼儿园 还做出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女儿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玩猪迷藏的时候 一双只要一动 就会出水的脚 出现在了女儿的面前 之后女主就接到了女儿病脑的消息 女主赶紧跑到了幼儿园 在和院长的谈论中 她得知 以前也有一个女孩 和女儿的状况特别相似 画面一转 女主把女儿带回了家 女主被搞得身心疲惫就睡着了 等到女主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女儿 已经不见了 女主焦急地在居民楼中四处寻找 最后在一个住户的家中 找到了女儿 女主看到门前的信息 这里竟然是小花的家 第二天 女主准备搬家离开这里的时候 律师竟然过来了 为了让女主在这里安心居住 律师直接叫来了房产中介 还有门房大爷 让他们叫人 把女主漏水的房顶修了一下 可是日子似乎没有恢复平静 有一天晚上 女主在女儿的背包里 又发现了那个红色的背包 女主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小花的鬼魂在作祟 女主来到了天台 她用手掌轻轻地抚摸水缸 好像进入了小花的记忆中 原来那是一个下雨天 雨下得非常的大 小花的父母却迟迟没有来接小花 于是她一个人就独自跑到了天台上 好奇的她爬上了水缸 可是自己心爱的书包却掉了下去 为了捡回自己的背包 小花不小心掉到了里面 而另一边口渴的女儿想要接水 可却发现了一缕头发 紧接着身后的水龙头 就开始自动放水 女儿很想把水龙头关住 可是无论怎么用力都关不住 眼看着浴池中的水越来越多 一只鬼手突然伸了出来把女儿拉了进去 女主跑回了家却看到了昏迷的女儿 就在女主乘坐电梯准备送女儿去医院的时候 却看到女儿打开了自己的家门 原来女主抱着的并不是自己的女儿 而是小花伪装的 而被小花当成母亲的女主被淹死在了天台 画面一转已经是十年之后了 这个时候的女儿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 女儿因为思念母亲跑到了旧楼 到了那里她看到了母亲的鬼魂 就在女儿说想要和母亲生合在一块时 小花出现在了女儿的身后 女儿一转头 母亲和小花都消失了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